祝您在话语中蒙受恩典 朴玉珠牧师的马可福音讲解 于每周五下午五点准时播出 每周六上午九点半重播 如果您需要信仰交谈或带导 请联系好消息纽约教会 是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为闻事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都圣西节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 父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亚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 把他碎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然切齿 身体骨干 我请问的文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知目能 就是说 爱不幸的时代呀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得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到我这里来吧 这就是耶稣下山之后 那他们带了被鬼附的人呢 然后耶稣治好他的病 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有困难的事情 有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任何的能力 但耶稣在我里面的话 这耶稣能够做的 我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我们有叫Good New School这个活动 年轻的大学生 休息一年呢 去海外呢 去侍奉 而将近一万多的学生 有到海外去侍奉的这个经历 有一次在非洲莱维利亚呢 有侍奉过的弟兄 他叫切约翰 他这个学生是从美国达拉斯来的 他去了埃及呢 莱维利亚去侍奉 有一天晚上他睡觉 当时有很多文字队长过 他就爬进到小小的文章里面去睡觉 好像他的脚伸到了这个文章外面 他行怪想着有谁扎我呢 他太痛的眼睛醒来一看 什么都没有 诶 这是什么啊 重新露睡了 早晨起来了 昨天晚上在睡觉 好像有人呢 拿这个针刺我的脚 旁边的弟兄说 可能好像是蝎子 看什么玩笑 我们房间哪有什么蝎子 然后就过去了 当他吓我呢 里面呢 觉得非常奇怪 然后他去了厕所 然后人们看着呢 他在那个厕所外面的摔倒了 跑过去看 那是他们哭的时候呢 带洗了之后带到了医院 医生一看 说呢 把他带回去吧 他已经死了 求求你帮我忙吧 不行 这是被这个蝎子给遮的 你就算是马上带过来也是 有可能 有这个机会 但已经洗净过太久 毒已经扩散全身 已经下到了这个身脏 心脏 然后不能帮忙 但他说不行 从那个第一个医生被赶出去之后呢 进到了第二个医院 然后给了这个 然后给了这个点滴 但他的呼吸停了 医生给了这个救急 大概过了两三个小时 就慢慢开始跳了 医生说没有希望了 在当时的这个脉搏 在三十四十左右 这是他们说的 而体温已是十七度 正在间接地死去呢 当然还有点慢 但是在死去者 那负责的地区上给我打电话了 牧师啊 却约问了 他在死去呢 他在死去呢 哎呀 你安静一下 怎么了 跟我说吧 发生什么事了 却约翰呢 被这个这个 鞋子给遮了 要死了 啊 啊 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可以跟却约翰呢 通一下电话吗 哦 是的 约翰呢 这是朴牧师 那我开始跟约翰呢 谈了一下 约翰也知道自己 正在死去呢 我问了 约翰呢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是的 牧师 你呢 被这个非洲场的 这个毒蟹给折了 现在毒进入到你的全身 你是死 又死 那个 醒了 但医生说 你两个小时之内呢 会死的 对 这是你的环境 约翰呢 正在听着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约翰呢 你好好听一下我的事情 今天早晨呢 我读了圣经 是读了 约翰里 以赛亚四十章三十一节 在那里怎么说呢 是 是仰望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约翰 圣经六十六本 全是神的话语 圣经六十六本 全是神的话语 圣经六十六本 神绝对不能撒谎 说仰望神的 必重新得利 如果你仰望神的话 神一定会给你新的力量 神绝对不撒谎 像飞鹰呢 展翅飞展 跑也是不累 走也是不累 为什么在跑的时候不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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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宣教学校里面的时候 没有钱的缘故走了很多 所以呢 鞋子 很容易穿破 我走一公里呢 平均十一分钟左右 一个小时呢 走好的话 能够走六公里 但是那时候 但跑一公里 二公里 四公里的话呢 很困 但是说呢 我走也是不累 跑也是不累 因为这不是别人 是神的话语的缘故 只能够相信 所以我这么信了 约翰呢 你被这个鞋子给折了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是的 牧师 我今天早晨读了圣经 是以撒亚书第四 实际上三十一节 奉扬了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这像老鹰一样 长得非常上去 那跑也是 走也是不会累的 但是 虽然我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 但如果神给新的力量的话 只能会变成那样 我再次跟你说一下 你仰望神看看 那神一定给你新的力量的 你现在呢 被这个鞋子给折了 然后因为这个鞋子毒而死呢 但如果你仰望神的话 神会给你新的力量 能够沾上这个鞋子的毒 约翰呢 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是的 牧师 你赶快起来吧 我给你 搞通电话了 然后我打电话 给达拉斯教会 却约翰呢 被这个鞋子给撕 要快死了 告诉约翰的父母 达拉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一起祷告吧 然后时间过去了 之后我听到这个事情 约翰呢 他听了我的话语 他知道了自己快死了 但是他记起了这圣经话语 凡仰望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说那我仰望你 然后就这么睡着了 然后悟大睡 然后夜深了 然后到了凌晨 要负责这个病室的护士 他因为生意的员工呢 他打了盹 然后早上睁开了眼睛 啊 昨天那个患者 现在应该死了 要赶快处理这个尸体才行 他来解决这个尸体 看呢 他完全不一样 变健康了 血压上去了 他吓了一跳 他跑到医生那里 医生 医生 你起来看看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事情啊 你来看一下 看 医生来了 血压正在上去呢 不过是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做了呢 我什么都没做啊 吓了一跳 第二天早晨呢 约翰说 哎呀 睡得很不错 哥 你没关系吗 我没关系啊 哥 你啊 昨天你拉裤子了 我不帮你洗了 哦 是吗 非常的感谢 都好了 之后呢 看了那个脚 本来这脚都是腐烂了 但是都治好了 非常非常神奇 然后 我正跟他见面的时候 非常的高兴 现在在洛杉矶 为了IYF做事呢 已经过了很久了 十年多了 他最近结婚了 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 我看到他过得非常的好 我自从对了圣语之后呢 有圣经 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有一天我心里面读到了这个话语 我记得这个话语 却约翰呢 在死去呢 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那时候我马上记起了这个话语 我可以跟约翰通一下电话吗 这个区域长呢 然后就约翰通电话 约翰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是的 是的 牧师 你被这个非洲的蝎子给撤了 因为被这个蝎子给撤了 要死了 你好好听一下我的话 在伊撒亚四十章三十一节 是怎么说 怎么记录着呢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因斩赤上藤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劳 圣经六十六本全都是神的话语 神绝对不撒谎 神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跟他说了这个事情 不但是对约翰 除此之外呢 真的有很多危险的时候 神让我看到了 神让我期待神 神按照应许给我们新的力量 我并不总是这样 每当偶尔经常有这样困难的时候 绝望的事情的时候 我依靠神 我看到了神真的让这个事情变得完全 为什么呢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因为神已经与我同在的缘故 我所没能拥有的力量 我所没能拥有的平安 我总是向着这个肉体 向着欲望就流过去 但我通过耶稣的学绝在圣灵之后 自从主呢 进到我的心里面之后呢 我经常能够经历呢 我所做不了的事情 啊,这不是我做的 而是耶稣做的 我呢,绝对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呢 我才会这么做的 这个事情使我 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就像当时呢 耶稣做的一样 我里面有耶稣存在着呢 我是缺乏不足 但在我里面的耶稣不缺乏 不软弱 我呢,过着人生 有我单单不了的困难的事情 这个出大事了 靠我的力量不行啊 那时候我仰望耶稣 耶稣你满可以做不是吗 1987年 因为我肠胃部的缘故 我几乎呢 要死了 99年呢 我的心脏不好 我几乎死了 但因为主呢 我能够变干净的好了 在神面前 不知道多么的感谢神 没办法用言语来全表达出来 身体是我的 如果这样的神与我同在的话 在我生活当中 当发生了我的力量所不及的地方 我仰望神 然后神真的成就了很多的事情 不知道多么的感谢神 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身体是我的 但这里面有耶稣存在着呢 然后把这肮脏的我 我是洗不了 但是耶稣洗的缘故我便洁净了 耶稣洗的话真的变得像白血一样 耶稣并没有马步的这么洗了 而且洗得非常干净 然后当我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 我能够蒙神的恩典 所以说 岁月过去了很多 回顾过去的话 是这正经 这圣经是神的话语 当相信圣经话语的时候 神做了工 之后呢我遇见了约翰 腿上因为这被蝎子折了的缘故有很多这个伤疤 这腿呢治疗了两个多月 脑后呢已经完全好了 非常的健康 为什么 圣经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笔重新得力 非常的感谢神 神给我们新的力量 使我们生活的不至缺乏 我所不能拥有的智慧 在耶稣里面 我所为拥有的平安 在耶稣里面 我所为拥有的圣洁 我所为拥有的这公义 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我不是耶稣 但是耶稣与我同在 帮我相信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能看见耶稣在我的里面呢 凭能力的做工 真的从疾病当中得治愈的人也有很多 有很多人病健康了 这不是我所做的 而是我里面的耶稣做的 耶稣在我里面 我和主成为一条心 成为一条心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耶稣神起得活在我里面呢 能够做工 多么的感谢神 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在过去很多年 有很多我实在承担不了的事情 我记得亚古洞的时候 在长巴里的时候 在军队的时候 我真的看见神做工 如果这样的主有同在的话 就算去了撒哈拉撒木呢 蛮可以活的 也没有神所不能的事情的缘故 非常非常地感谢神 每次去洛杉矶呢 我见到了崔约翰弟兄 现在变成了上个孩子的父亲 现在拥有了家庭 真的为了爱万业父福音呢 而辛苦呢 非常的美丽 我们所生活的人生 有很多不幸 有很多疾病 有很多困难 我们连一个都战胜不了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我是战胜不了 耶稣能够战胜的缘故 与耶稣同在的话 如果是耶稣做工的话 我们蛮可以 能够战胜这罪恶 能够战胜这个黑暗的生活 我们在2021年 在复活节 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 没能够聚在一起聚会 韩国有训练的棒球场 在那里能够聚集三万多人 每年都在那里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那时候 因为新冠的缘故呢 唯一能够举办 该怎么办呢 我们决定呢 再往上呢 举办这个活动 我们用六个语言去翻译呢 我们吓了一跳 每一时间 进来的人呢 超过一百万 变成了两百多万 实在理解不了 然后从5月28号呢 开始了春天的大聚会 有276个广国电视台呢 转播了我们 好像撒谎一样 在秋天呢 六百五十五个电视台呢 转播了我们 许多的 超过十万多的人 十亿多的人 听到这个话语 非常的感谢神 很多人听到了福音 最多诗语之后呢 看见他们非常高兴的生活呢 很感谢 只要相信就行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的罪 这不是我所做的 而是耶稣赦免了我的罪 我是赦免不了 但因为耶稣做的缘故 能够完美的 圣洁的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能变成圣洁 能够得到这个公义 神对我说我是义人 神说义人就是义人 神说神不纪念我的罪了 我记得我的罪 神不撒谎 记得却说不记得不撒谎的 但神使我们变成圣洁了 使我们对这个天国呢 产生了希望 现在耶稣的门徒们 耶稣复活了 上天了 然后圣灵灵下来 能够跟耶稣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耶稣呢 现在也还活着的缘故 凭相信这耶稣的信心 能够过着神奇的 蒙福的生活 有时候呢 这医生过来 哎呀 这报告该怎么写 我不知道啊 这弟兄这么说了 写 神做了 哦 那么就可以了 神做了 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凭相信神的信心 能够蒙福的生活呢 不知道多么地感谢神 现在这道圣灵之后 过了六十年的岁月 在过去的六十年呢 神真的做了许多神奇的事情 特别是 现在这里的我 神拯救了我 我心里所没有的希望 感谢 喜悦 我能够赞美神那么生活 不知道多么地感谢神 所以耶稣才来到这个地上 赦美了我的罪 与我们同在 不管去哪里 主都一起在一起 我虽然是不足 很软弱 但因着这耶稣基督呢 王福 多多荣耀 就那么生活 很神奇 通过主的血 追得赦免了 耶稣在引导着我们的人生 在神面前欣赏感谢的心 下时间再见 再见 谢谢